你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首先来关注是共军的围台 军演在第二天了 陆方公布了共军南通舰 在台湾海峡和我方郑和舰相遇的画面 甚至还声称说有多架的战机 挂了实弹来执行任务 而军演的动画更是直接模拟飞跃过台湾海峡 命中了三处地点 分别是台北花莲以及高雄 至少三辆大陆解放军火箭军 多管火箭车完成装填弹药后 雨中行驶在泥泥道路 接着还有解放军军官替战车拉卫装网 进行阵地卫装 炮管申请共军官兵喊出口号 但陆方公布的影片并没有发射画面 反倒是用3D虚拟动画展示飞弹发射路径 树莓飞弹从海陆两处发射升空 飞越台湾海峡 命中台湾本岛 还清楚标示攻击目标是台北花莲高雄 台湾周边海域共军舰艇采取隐蔽接敌方式 对海上目标进行类比打击 东部战区空军强调 持续组织环台战巡 到外岛巡航 多架尖辑机装挂实弹 还有数架轰炸机在台东外海 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面对陆方威胁 台湾陆海空三军也采取反制 花莲空军五连队24号正常演训 F16V上午8点六架次分两梯次起飞 9点再起飞八架次 战机挂台武器 同一天在花莲市区 也见到一整排的装甲车队 前岛吉普车带队 后面跟着四台装甲车 最后一台军用救护车 车上都配有步枪和机枪 宜兰则有民众在乌石港停车场 拍到两座飞弹发射载台 疑似在此待命 军方表示 无论陆方有没有军演 都会有疑防演训 民众不必恐慌 另外P3C板潜机执行警戒攻击任务 征获江岛级护卫舰 旅扬三型飞弹驱逐舰 海警船多艘共舰画面 这也是我空军首次公布 在空监控的视角 海军部分则是派出雷达车 飞弹车以及班超越飞康定 正合基隆军舰监控共军军舰 陆军影片秀出军武 强调以实力对抗威胁 捍卫民主自由国土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在演习当中 我们看到大陆的海景 距离我们的乌秋雨 只有五公里 相当的近 但是这场演习 没有发射实弹 日媒就解读说 主要是大陆不想要加剧 和美国的关系 但是台湾专家就警告 接下来可能还有下一步 中共解放军进入演习第二天 大陆海景释出最新照片 显示人在东部海域 演练核查识别 预警驱离等项目 这次大陆海景也加入军演 而且一改先前 执法巡查的说法 换上综合执法演练字眼 警告意味浓厚 可以说彻底打破了 台湾所谓的限制水域的 这样一个认知 大陆海景距离乌秋雨 最近距离一度只有 2.8海里相当于陆地5公里 陆方警告 如果继续挑衅 下一步就是进入 禁止水域 对东营岛和 乌秋雨的台湾船只 进行登船检查 另外解放军 也在台湾东部 临近海空域 划设了两个演练区域 这里没有任何一处地方 对你们来讲是安全的 我们有能力 对你们进行全方位 全方向的一个打击 日本媒体朝日新闻分析 2022年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 陪洛西来台时 解放军对台军演 发射了5枚弹道飞弹 但这次规模不如两年前 或许目的是为了向台湾施压 但又不想加剧 与美国的紧张关系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认为 按照国际规范若要进行飞弹射击 必须提前72小时公布 还要划设进行区跟现行区 因此张延廷推测 军演还有下一步 中共有备而来 台湾怎么回应 将决定解放军下一步怎么走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在下一步共军怎么走 我们当然也要有所准备 CNN就提出了警告 说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看到这密密麻麻 在台湾周边的海底电缆 有15条可能都会遭到破坏 这会导致前台大断网 也影响到了先进武器的使用 因此应该要先部署星链系统 大陆解放军举行环台军演 CNN报道指出 如果大陆真的进攻台湾 台湾周围的15条海底网路电缆 恐怕会遭到攻击 一旦这些电缆被破坏 全台2400万人将瞬间陷入资讯黑暗 在危机时刻 像是马斯克旗下公司SpaceX 所发展的新链低轨卫星系统 台湾可能很需要 目前新链已经在乌克兰和加萨冲突中 发挥重大作用 不过马斯克立场轻忠 台湾为了自保决定加大太空领域投资 自主研发类似新链的通讯系统 其实去年马祖的网路电缆 就疑似遭到两艘大陆船只破坏 使马祖与外界断联 专家表示如果台湾要打造 能够涵盖全台网路的系统 至少需要发射50枚卫星 若想提供不间断的网路 这至少需要数百枚卫星 台湾目前的卫星通讯计划 离这段路还很遥远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 为了因应解放军的军演 台湾事实上从北到南和花东地区 都有实弹进驻和空军频繁的起降 有军事迷就拍到 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 熊二熊三各两组的飞弹车 进驻到了墾丁国家公园 国防部二十四日下午公布最新影像 中共军机轰六与歼十六战机 在台海周边绕行 被中华民国空军全程监控 同一时间台中港海参馆旁 架起了熊二熊三反舰飞弹 虽然现场国军回应 这些属于例行演练 但仍被认为与中共解放军的军演有关 战机划破天空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云霄 二十三号一早新竹空军基地 幻象战机飞官在机上待命 记忆上挂满实弹 轮流升空巡航 还有军事迷发现 墾丁国家公园内也分别进驻了 各两组熊二熊三飞弹 不只西半部神经紧绷 在宜兰头城乌石港旁的停车场 也出现两座军方的飞弹发射载台 为了因应中共解放军军演 军事设备处处可见 外界推测 国防部全岛戒备 是有意增加建军率 安国人的心 谈不上一个全岛战备 我们目前的戒备的程度有提升 但是并没有改变我们战备的一个状态 换句话说 官兵的休假等这些战备演续的任务 都是维持正常 共军基建越来越接地 相对的危险性其实也在升高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效益 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仍然我们必须保持关切跟观察 国防部强调 以减派海空及地面兵力因应 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 对于中共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动 也表达遗憾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国防上已经是战战兢兢了 但回头立法院怎么也乱成一团呢 就是立法院在今天续审国会改革的法案 但是您看到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他的办公室就被枯锁成格斗训练中心了 主要就是朝野立委一早在一场爆发了冲突 民众党的立委 麦玉珍和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就叫两个女人在一场内大打出手 立法院长韩国瑜罕见动怒 周五院会续审国会改革法案 但一早又爆发冲突 立委为了挤上主席台 林淑芬先推了民众党立委 麦玉珍几下 接着麦玉珍还手回踢 最后林淑芬这几右勾拳 重打在麦玉珍右脸颊 就怕冲突扩大蓝尾和孟凯赶紧拳架 他对我先挥拳 然后我在自我防卫 他又踢我又踹我 你就一拳过来了 是谁打谁 民众党麦玉珍右脸中一包送医宴商 国民党陈玉珍第一时间送暖 蓝白双玉珍心心相习 但陈玉珍参与的女人战争还有着 要在德国市的背上就是这个样子 朝野为了国会改革爆发战火 其中具有争议的就是蓝白共提的听证权 各委员会为了议案审查 可以举行立法听证 包含调查权听证 补选副总统听证等等 但有关系人收到听证通知书 可要求以不公开秘密方式举行 若涉及隐私国防外交等等 得拒绝回答 但民进党立委质疑 国会若掌握人民听证调查权 恐怕严重伤害民主体制 加上模糊空间有谁认定 条文并未说明清楚 如果说假设他今天听证的程序 定得超级严谨 但是调查的发动很宽松 那这个听证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人心党也质疑蓝白提出的法案 并未在委员会逐条讨论 若有瑕疵未来执法存在疑虑 国会改革朝野攻防未晚待续 TVB的新闻谢宏瑞 请台北通报道 就不说他以为是在看擂台赛 攻防持续的情况之下呢 也要想出一些新花招了 民进党的立委们今天拿出了新的道具 蓝白拖鞋来嘲讽蓝白两党 甚至有民进党立委 像是这个蔡奇昌 他就把矛头指向了立法院长韩国瑜 难道他想要当三分钟院长吗 就在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发言时 被傅昆奇怒呛别再演 绿营群起围攻 周五下午继续审议国会改革法案 民进党装备再升级 人手一双蓝白拖当啦啦棒 喊口号不停歇 却似乎有点累 绿营抗议举手表决 违反程序正义 就在其中一次提议记名表决时 通过人数竟然过半 韩国瑜宣布五十九人赞成通过 国民党立委你看我我看你 现场栏尾联盟赶紧提议重复表决 意识缓慢进行 因为绿营使出文攻战术 登记发言次数高达两千多次 但蓝白不断用人数优势 通过停止讨论 每个条文只能一人发言讨论 如今再有人解读 国会续审改革法案 预计会依照三步骤的统战剧本 包括继续由韩国瑜复昏旗 主导强推法案 国民党动员群众集结立愿外 抗衡公民势力 制造台湾内部动乱 配合中共军演 形成内外交迫情势 蓝莹就怕又被带风向 因为这周二立法院进行表决时 韩国瑜同时要接待多组外宾 但当天韩国瑜却宣布收席 没让张启成主持 就被认为因为张启成 过去是国民党内的支美派 不认同韩父两人的议事处理手段 因此被韩国瑜冷冻 对此张启成办公室也回应 根本是编故事 服务院长张启成 算蓝绿白三党代表出访瑞士 一场内一瞬间大和解 好针对国会改革法案 在今天立法院可以说是要持续的来挑灯夜战了 我们的记者佩玉和郭颖 分别在立法院的场内跟场外 要提供给观众朋友最新的消息 首先我们看到在佩玉这边 其实目前还在续审国会改革法案 尤其是针对有争议的听政权部分的条文 在蓝白的联手之下 说是有一些恶毒通过了 最新的状况我们要先交给佩玉 佩玉 好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现场 就是在处理比较争议的 这个听政权相关的法案 不过刚才就在大约是 这个八点多的时候 其实关于说关于听政权的第五十九之五 好像是已经通过了 所以因此也就是说 以后立法院要邀请的相关人士 来说明的话 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是不能拒绝的 或拒绝或是隐秘相关的文件 最高是可能会被拔十万元的 那么如果说是一些社会关系人 作为这个虚伪的陈述的话 其实可以最高是可以拔二十万 那么现在目前刚刚的这个法案是通过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目前现在 包含第五十九条关于听政权的部分 还有其他西藏的议案正在来进行 不过现在因为这个表决的方式 其实在一场内 其实国民党还有民进党 都是来在持续的招锋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这个民进党 其实我们也在用这个发言的时间 是在整个大屏幕上播放的一些在场外 目前在立法院包含的一些亲戚朋友 或者是一些民众 他们刚刚是喊出了 是有十万人集结在这个立法院外面 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刚才 关于在这个民进党立委 王世坚在发言的时候 其实特别提到是 要这个柯文哲出来面对 还大向这个民众党立委 黄国昌是伟君子 我们刚刚佩宇帮我们整理到最新的状况 确实场内听起来还是相当的热闹 因为朝野立委持续的攻防状况之下 那么说是刚刚稍早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有新的抗议手法 是什么呢再请教佩宇 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6点50分左右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是准备了这个蓝色白色 还有黑色的气球一起进到浴场里面 就是要抗议说这个蓝白来联合来制衡 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刚才的时候 他们一进来之后呢 是等到韩国瑜进场 他们才把这个蓝色白色黑色的气球 一起放到天空 放到天花板上就是要来表达抗议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韩国瑜在刚上主席台就宣布说 今天的整个审查会持续到午夜12点 那么甚至是还准备了一些披萨跟这个便当 来提供给在场立委 不过民进党的立委似乎不领情 是持续地拿这个拖 除了下午拿着蓝白拖来当啦啦棒之外 下午晚上也是来准备了这个蓝色白色黑色的气球 并且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手板 就是希望说这个蓝白是可以来 来听到外面的声音 并且是持续地提到说 外面已经有10万人来集结了 希望说蓝白可以是可而至 张崔兴把先镜头上扑面 好 刚刚看到这些气球 恐怕议事人员接下来花一番的时间来清理了 不过刚刚看到在场内热闹 场外同样也是 因为有大批的民众已经是聚集在立法院外头了 而且现场喊出超过8万人的集结 高喊说要防止黑箱 最新的情形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郭颖 很乱当即到 豪卓水台来关心立法院外头最新状况 那其实呢在立院里头 是持续地在审查相关的这个法条 那在外头呢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是集结到了立法院的四周 包括中山南路以及这个济南路 还有青岛东路这边呢 其实都有大批的民众呢 是在这边高呼口号要返黑箱 那青岛东路的这个舞台上面呢 其实还有许多的学者以及专家呢 都是上台的要持续地来发表自己的言论 那稍早的时候呢 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也是来到了现场 并且呢是高呼反黑箱 要民主的一些相关的口号 那现场呢这个情绪呢 是相当的激昂相当的沸腾 那加上呢今天呢 其实虽然下午是有下雨的状况 窝盗的晚上呢 天空是放晴了 于是呢许多人下班下课 是直接的往立法院这边来移动 并且呢是做好自己的标语 在这边大呼口号 就是希望呢守护台湾的民主 而警方呢为了因着这样的状况呢 也是持续地在附近戒备 有超过四百名的警力 要来维持交通 以及避免有一些冲突的状况 那以上就是不可以掌握这种状况 滥用一式规则 我们就要默使了 除了郭颖刚刚带我们看到 是在这个立法院的周边 但是说在高雄也有抗议吗 再请教郭颖 好 其实除了在台北呢 其实在全台各地 其实都有三观的活动 除了花莲呢 也有三观的活动之外呢 在南台湾高雄 中央公园这边其实也有 更多的人集结在这个地方 在当地呢就有超过三千的人集结 并且呢是在中央公园这边 也是同样的呼口号 并且呢是持续和台北这个立法院 外围的这个状况来做连线 就是希望说呢随时关注说包含说 外面的这些抗议人士 以及一些这个反黑箱的这个民众呢 是诉求呢以及一些相关的 有没有更多的人来到现场集结之外呢 也要持续地关心 在立法院里头的最新进度 就是各地的集结 希望说呢今天的这个方案呢 希望可以透过民主声音 让大家知道说要反黑箱 并且呢更多的人是集结到这边 并且是自动自发的要来发水啊 以及一些做一些志工 希望呢今天呢可以获得他们的诉求 向我们走去就好 我可以叫一些心中企业叫出机会的话 好刚刚郭影视报我们整理到呢 有关于全台的这个抗议的活动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场外的抗议啊 这已经是反对改革的民团 第三度的号召群众来包围立法院了 那这一次的抗议人潮相比起21号晚上 其实在下午的时间 就可以看到青岛东路的人潮 已经是满到了济南路上 国会改革法案朝野蓄战第三回合 在立法院外的抗议也号召第三次 中午雨停过后 抗议群众已经破万人塞爆青岛东 往后一出到中山南路 从青岛东涌出的民众 改转主办方抗议第二现场济南路 民众提供的爱心物资不断涌入 甚至开出第二补给站 因为他现在都点了很多加勒服的物资啊 然后现在很多司机都跑去加勒服去 三趟 所以今天单量怎么样 比较多 不是所有的支持者是在立法院 但是为什么你来这里 我们是在立法院的支持者 因为那些公司的民主党 从KMT和TPP 相比反改革的群众人潮淹没两条街 国民党也在青岛东另一侧借路权租来宣传车 阐述国会改革理念 但到下午四点前 人不见停改革的民众来声援 其实蓝营不只借了青岛东 绿营指控蓝委王鸿威 甚至周遭的路权都已经租下 他也是是想包围反改革民众 没有 今天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动员 那么所以民进党放心 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 想要故意在场外制造冲突 然后你有去焦点 只是逐渐路权 没有集会权力 要区隔出蓝营和绿营 不一样 TPP的新闻 接下来是社会焦点 台南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 一名男子和友人相约在庙前谈判 但是过程中谈不拢 双方就持庙里的水果刀 跟剪刀互相攻击 最后是酿成一死两伤的意外 警销货报有人受伤 马上到场处理 两名男子一左一右 分别倒在空地 其中一名男子赤裸上身 全身都是血迹 早已奄奄一息 救护人员加快脚步 将他送往医院急救 事情就发生在台南沿水区 一处防汛道路旁 总共三人送医 其中三十岁的国姓男子 抢救后仍宣告不知 警方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要调查事发原因 根据了解 原来是国姓男子 跟庄姓友人相约谈判 一次过程中起口角纠纷 双方拿起庙里的水果刀剪刀 互相攻击 三十岁的国姓男子 在伤人后亲身 送医抢救后不治 庄姓友人也受伤送医 连庙宫也被波及间歇 口头谈判变成了流血冲突 酿成一死两伤 警方也回到现场 调业相关画面过程 要厘清冲突的原因 台南是一家脱婴中心 遭到家长怒控保育员 对婴儿用力拍革 三个小时才换尿布 让孩子臀部红肿感染 甚至是放任用童 重衰在地也不管 现在遭到了热令庭宴开发 脱婴中心里保育员 重重拍隔的声音 听得妈妈好心疼 拍的位置很危险 在脊椎的位置 我不知道为什么拍隔 红碎可以这么大力 你痛吗 监视器拍下才七个月大的孩子 一次又一次重衰 完全没有人服 让家长认不住红眼筐 家长怒控因为统一三小时 才换一次尿布 孩子们一个个臀部红肿 甚至感染 都完全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经过他或者是 去关心他怎么样 忍受不住了 然后老师才把他抱出来 然后才去睡午觉 更扯的是 脱婴中心的老板 还经营幼儿园 也有家长发现 孩子被重衰 家长说 他们在三月份 调检视器发现不对劲 向社会局检举 却迟迟没有下文 在议员的召集下 集体出面控诉 总算有了答案 确实有照顾不上的地方 我们真的对大家都很抱歉 那脱婴中心一定会 努力改进跟改善 社会局决定依照儿权法 将脱婴中心四名保育人员 依不当管教 各财罚六万元 脱婴中心勒令停业三个月 所有资料移送检调调查 而社会局也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 辅导业者把脱婴中心内 三十五名婴儿 转脱其他保姆或托育机构 TVBS新闻顾守昌 台南报道 但是不止这间脱婴中心 台南它发生 由国小老师被指控霸凌 以及是国中校园 爆发了疑似霸凌的案件 议员更指已经关切了 两个多月却无下文 批是否慢半排 小姨女童委屈地说老师竟然叫全班都不要跟她一起玩搞孤立 不是说霸凌这种惯患 然后转校就可以再继续地续任 她的自己偏差行为伤害的是孩童 议员痛批去年11月就曾拿铅笔戳学生的老师 转到其他学校服务 持续伤害学童 咨询两个月了没有结果 她说五月份国中校园也传出疑似霸凌事件 我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她每天要去上课 我就要开始担心说 她去学校会不会又遇到麻烦 常担心啊 因为她已经连续三次讲说要拿到同伙的小孩 这个孩子她是用IG便利贴的方式去教唆其他人来参与这件事情 谈来是幼儿疑似授虐案 去年受理24件处罚5件 今年目前为止受理11件处罚3件 议员强调接获家长陈琴 国小国中拓音中心通通有 已在咨询没有答案 她热不住怒轰 甚至带着家长集体递交陈琴书 其中三月份就爆发的拓音中心案 社会局总算做出具体处分 市府否认裸斯松了强调没有包庇 但议员持续猛追 要是否针对其他案件 比照拖音案 尽数给出答案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